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饭市 欢迎来到惯例提前一个月的 新季度全资讯导师 一起来看看经过1月的低迷后 即将到来的2023年4月新翻 都有哪些好看的作品吧 首先是续作和衍生作环节 《鬼灭之刃》《断刀村》片 油锅片后的正式序章 将炭治郎一行人去铁匠的村子 打造新刀的故事 上弦四五和霞柱炼柱 都将获得大量戏份 驱动战士高达《水星的魔女》第二季 时隔三月的原创舞台再度开盘 又能看大老师整番茄酱咯 为美好的世界献上抱怨 肃琴系列衍生外传 讲述真女主惠惠在遇到男主前发生的故事 没有正常人的红魔族校园大乱斗 国王排名《勇气的宝箱》 国王排名续作特别片 不是几番连载 《宝可梦》新系列 于4月播出的Pokemon全新动画 目前天明未知 剧情未知 设定未知 主角已知 反正不是小智 《近期的巨人》最终继完结篇前篇 诶 我这他妈是服了这个命名方式了 就不能老老实实叫第几季吗 这以后聊起来我们怎么简称啊 诶 你看了吗 《近期的巨人》最终继完结篇后篇第四话好棒啊 是吗 我感觉不如《近期的巨人》最终继完结篇前篇第六话来得更精彩啊 这你妈有病 此外还有《魔法使的新娘》第二季 《十纪元》第三季 《伊甸新元》第二季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第二季 《MIX明清故事》第二季 《小鸟之意》第二季 《偶像大师外传灰姑娘女孩U149》 《东京猫猫虫制版》第二季 《熊熊庸闯一世界》第二季 以及曾开启了《一世界大测制时代的乱世奸雄》 带着智能手机闯到《一世界》第二季 另外 关于赛马娘我要说一下 她确实公布了第三季的消息 但播出时间是没有定的 目前四月确定播出的《赛马娘》 《Row to the Top》是另一个团队制作的OVA短片 剧情量不会太大 不过导演是国人这点相当值得期待 接下来 新作环节 首先 我推的孩子 四月重磅选手 《灰烈大小姐》作者赤柏鸣编剧 《人渣的本院》作者横枪蒙果作画的 娱乐圈悬疑恋爱复仇剧 图着点子取自一个老梗 说 如果你的偶像怀孕了 那现在去死 说不定就能投胎成她的孩子 而本作讲述的就是 妇产科男医生接待一个怀孕少女 发现她正是自己单推中的女偶像 结成当天 医生被不明人士杀死后 真的投胎成了偶像生出的孩子 反正要素非常逆天 但也非常有趣 故事聚焦日本娱乐圈 演艺界以及YouTuber VTuber 相关的自媒体行业 内涵引流 联动 网报 塌房 狗仔队 潜规则 炒CP等诸多要素 甭管保不保真 光这个题材在近几年动画里 它就是独一份的 人设也相当新颖 男主又帅又扎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 枯子美少年形象 和传统雅萨西完全不一样 两个女主更是 我称其为 一个极具败犬感的正宫 和一个极具正宫感的败犬 虽然后期剧情 由于翅膀明显又把控不足 导致观感又一次下滑了 但动画第一剧 能拍到的部分 堪称神中神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 有名我心中的野兽 讲述阴沉男 在脑内妄想班上的 憨憨美少女 引发的一系列校园喜剧 前期 类似近几年流行的 某某同学系列 你换个名字 四川同学想要杀人 都毫无违和感 但长线来看 本作更像一部细腻的 校园恋情番 各种小动作 小表情的刻画 极为精髓 比起传统发糖片 增添了不少 抠糖吃的醍醐味 另外特别提示 这是一部女主 一开始并不喜欢男主 但在后续剧情中 缓慢产生情愫的类型 我相信 应该不止我一个 好这口吧 我家的英雄 讲述普通上班族父亲 失手杀死 殴打自己女儿的人渣男友后 被卷入一系列危机 他既要摆脱 以警察为首的司法定罪 又要对抗死者背后 杀人如麻的黑恶势力 如何处理尸体 如何应对监听 如何编织供词 如何破解死局 稍有不慎 整个家庭都将万劫不复 非常精彩的制度漫画 但动画的匹配质量 比较微妙 朋友游戏觉得这很赞 勇者死了 因为掉进我这个村民挖的陷阱里 公民思义 讲述拯救世界的万人民勇者 掉入普通村民谢男主挖的陷阱里挂掉了 然后男主就被死灵法师 变成死去勇者的模样 代替他拯救世界 杀雕明快的无节操勇者流 男主超级无赖色批 但总能油滑的细耍各个势力 看的时候一方面感觉 哇靠 这个世界没救了 另一方面又感觉 这不录顶记吗 地狱乐 一众死刑犯被发配到 诡异肃杀的神仙岛上 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奇幻死痘片 由MAPA担任之作 主角是非常少见的 开局自带老婆 且一心一意的年轻白毛人夫设定 且老婆几乎没有戏份 全靠回忆来刷存在感 但这种打完这场仗 我就回老家陪她的设定 在战斗番里 竟然意外的有趣和清爽 前期可以看作 玄幻风客戏大逃杀 死人非常高效 做成动画应该相当爽快 月动青春 讲乡下女生来东京 读高中的校园日常番 标题和简介都非常朴实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介绍它 因为既不是像某某同学系列 那样有明确的人设梗 也没法用搞笑 治愈 励志 热血 等标签去概括 它就是 日常 纯日常 非常有生活感和日剧气息的 学生日常 反正我对它的定义是 明明是高中生日常 但可能真高中生 反而不太感兴趣的 青年像漫画 由PA担任制作 算是我四月非常期待的一部小黑马 天国大魔镜 鬼才漫画家 石黑镇树 时隔多年 又被动画化的作品 同样是非常难概括 故事分双线叙事 一条是被封闭管控 宛如约定梦幻岛一样 不知墙外世界为何物的孩子们 一条是在外部废土世界 旅行的漠视少年少女 但两条线的时间空间关系 甚至 这是不是同一个世界 在开局都不会告诉你 只是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些 细思恐极的信息 诡异的婴儿 怪物 人体实验 看漫画的过程 就像在深邃的迷雾中 穿越一处危机四伏的森林 但对真相的渴望 又让你跃跃欲试 动画由IG担任制作 牛尾县府配乐 批为颇为亮眼 但剧情慢热 改编难度大 也是客观存在的隐患 《亡海游戏》 讲述异世界的死灵法师 逆穿越到现代日本后 被黑白两道夹着 只想过平静生活的 都市奇幻剧 原作剧本是 《永生之久无头骑士》的作者 陈田良悟 非常熟悉的都市群像 势力交错 层层反转和多线汇聚 《无神世界的神明活动》 说男主被邪教头领的老爸坑死后 转身到一个 没有魔法 没有宗教 但非常野蛮的异世界 他和同伴一起 为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文明秩序 成立宗教的故事 当然 他可不是乱立的 他是真的绑定了一个 能逆天改命 还听命于自己的女神 而说到异世界 虽然四月的异世界数量 没有一月那么多 但腐蚀性极强 本季小说改动画 全军覆没 全部都是异世界 首先 在异世界获得超强能力的 我在现实世界照样无敌意 进化之时 作者新作 假如男主又矮又丑 从小被人欺负到大 对人生绝望之时 穿越到异世界变得 哇 又强又帅 还能再穿越回地球 疯狂逆袭开爽的故事 但 就 讲道理 你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长得丑 长得肥 没关系 只要心里美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一转弓时 大变帅哥后 全世界立刻亮了绿灯 这 这不会看得感觉更可悲吗 有剧重的台词就是 这完全就是变了个人吧 你在耍我吗 第二次被异世界召唤 说被召唤的勇者 成功打败魔王后 却被国王赶回现实世界 结果后来 异世界又遭遇危机 他又被召回去当勇者了 概括一下 就是一个 等级全满 技能全开 装备全系成 NPC好感度 全五颗星的 二周目爽文 转身贵族的异世界冒险路 不知自重的诸神使徒物 男主死后 转身异世界 诸神希望他用地球知识 改善这个世界的文化水平 叉叉神的家户 反正就是那种 最最最经典的 原味异世界 公爵的契约未婚妻 女主转身到 仪女世界的配角身上 为了自保和帅公爵 递结契别的 同样很经典的流派 原作是韩国的网络小说 异世界一击无双姐姐 类似你妈平侃连机带顺批那样 讲家里人带你飞的穿越爽文 不过这次是姐姐 比较逆天的是 这个姐姐是在怀疑弟弟穿越后 立刻撞墙自杀 她转身到异世界了 哇靠 爹妈表示 六 除了异世界外 本集数量很多的 还有恋爱番 和山田进行LV999的恋爱 将女主被前男友 因为游戏里认识的女生分手后 阴差阳错开始攻略 同样是游戏里认识的 电竞大帅哥的故事 女大学生 插男高中生的网游恋爱 剧情呢 有点像早些年 在贴巴掌经常看的那种 网游亲身经历的网恋甜段子 就是那种 你会在下面发 再写五块钱的那种 纪品公主与兽之王 被当成活纪品的少女 与魔族之王的奇幻恋爱片 美女与野兽 才怪啦 男主果然是有帅逼人形态 放课后失眠的你 彻夜之歌的佐藤原 又配了一个失眠的男主 不过本作吴奇幻 就是单纯的讲学生间 因为失眠和睡觉 发生的一系列 田径柔和的校园纯爱故事 有点放课后 预防失眠同号会的感觉 林友树担任配乐 林仁四银河 讲述漫画家和助手之间的 恋爱日常 但 这个设定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直接看PV吧 G-PEN刺さってる 危险 宇宙 什么都不知道的转校生 一个劲的凑过来 说女主是被班上同学 排挤的边缘学生 被称为死神 只有转学过来的男主 毫不在乎的跟他玩 别人问起呢 他就会说 哇 被称为死神 那也太帅了吧 总体是一个讲阳光暖男 用真诚驱散霸凌阴影的 治愈小田曼 是真的很治愈啊 那种全世界都孤立你 全世界都否定你时 却有一个人坚定地认可 你价值的感觉 真的就是太阳 连我这种殷实的社会人 都要被他进化了 百合乃我的工作视野 讲几个妹子 在主题咖啡馆打工的 菊气日常 这个咖啡馆的设定 我要解释一下 它其实更像一个舞台剧场 服务员按照人设 扮演成女子学院的学生 实时上演一些 顾客想看的贴贴戏码 对 就是付费百合营业 加炒CP 但是几个人炒着炒着 搞到真的了 随之上演一系列 明里暗里的 修罗场扭曲味疼戏码 反正挺吃电波的 我个人是不太习惯 这个在咖啡馆演戏 然后一群顾客 在那围观你搞百合的设定 可爱过头大危机 讲外星人侵略地球前 先进行一番生物考察 结果直接被喵星人征服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生物 毕竟他原本认定的 宇宙三大可爱生物 是这个 这个 和这个 然后接下来 就是美化上演 地球上各路猛宠生物 震撼外星人的故事 本质 刘姥姥进大观园 料理包进一世纪 弗拉夫吃小米辣的同款结构 六道的恶女们 讲原本若姬 整天被欺负的男主 被阴阳之力加护 获得了新buff 那就是不良少女 太妹等坏女人 必定对他一见钟情 总体是类似于 东万复仇者那样 讲软饭男 在混混团伙中 越爬越高的故事 但因为有这个 恶女必定爱上我的外挂设定 整体更偏搞笑漫画 女神的露天咖啡厅 赖尾公志新作 讲男主回到 过世奶奶的老咖啡厅里 准备拆迁 结果发现里面 哇 竟然住了五个女生 然后就心软不拆了 血也不上了 带着五个妹子 继续开店的故事 这比起五等分的花架吧 其实更让我想起了 纯情房东翘房客 物理魔法使马修 讲述没有魔力的男主 靠锻炼肌肉 秒天秒地的魔法战斗喜剧 比如顺移法术 就是我的速度快到你看不见 除你武器 这种拳斗直接干爆你的法造 扫着飞行 就是先把扫把扔出 再跳上去 前期有点一拳穿人 加在下版本 加哈利波特的吊吊 不知Jump加A1 加恒山客的配置 能否擦出新的火花 蓝色管弦乐 讲述少男少女 加入管弦乐部的青春励志故事 比起 我再也不拉小提琴了 其实更偏向金吹那样的 社团群像片 不过要达到类似的高度 估计够呛 反正这个PV吧 看起来不大妙 就看暗城2 能不能救一手了 The Marginal Service 奇幻都市背景下的 消防队题材原创动画 身有阵容 无敌豪华 不过这个人色吧 感觉不大正经的样子 每个人还都有一个裸体造型 都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目前没有正式中文名 不如就叫它 裸裸消防队吧 激战少女Alice 同名动作游戏 衍生动画 逃走中 The Great Mission 同名日本综艺改编动画 Opa's Colors 数字视觉艺术 为题材的原创动画 世界巨星 以戏剧少女为题材的原创动画 PV台词里 一口一个舞台 一口一个闪耀 听得我好有气势感啊 话说这个篇 原名叫 WARUDO DAISTA 直译过来 是不是应该叫 世界代明星啊 魔法少女毁灭者 2008年 日本ACG文化 被突然出现的 神秘力量毁灭殆尽 男主Otaku Hero 带领三地魔法少女 揭竿而起 一起守护宅文化的故事 感觉又是一个 很适合第一话 超展开的抽象大舞台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本次4月已公布的新番资讯 总体期待值 相比1月 那肯定是有极大的回升 各个评类都有不错的作品 后续呢 我也会按照惯例 在3月下旬 再出一期专门的 哪番视频 选出我心中 最值得期待的 十部新作 供大家参考 所以不要忘记 关注我的频道 以及长按点赞按钮 三连支持一下 那我们下期见